帥 帥喔 喔 甩起窗截棍虎虎生风 就读社会心理学系的王继祥 是名软骨发育不全症患者 也可以称为小小人儿 悠悠广泛兴趣的他 梦想成为幼儿园教师 但是身高的限制 让他离梦想还有一段距离 东西会拿不到 像是学校的 差百版之类的 就只有身高这部分 然后其他都跟一般人没什么差不多 身心障碍者在求职路上 难免受到异样眼光 这间罕见疾病协会下的火锅店 便是小小人儿在就业途中的一片绿洲 记者目前所在的地方 是由小小人儿开设的火锅店 可以看到餐桌的一旁 就是由病友们制作的手工产品 提供他们自谋其力的机会 贯彻给他鱼 也要给他钓竿的精神 同样是小小人儿的店长大头 因为创业理念与协会理事长不谋而合 博乐遇上千里马 提供身高人是一个互助有爱的工作场所 很多的公司行好看到身材这么矮巧的人 不见得会用它 他们其实有能力 可以自主的工作 但是他们欠缺的是一个机会 尊重与包容代替谩骂 使得每位员工就像家人一般 每逢假日活动 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还蛮算家庭 因为我是有在温宁工作过 介绍比外面快乐快乐 店长大头不独善其身 担负起社会责任给予病友们关怀 让他们的求职路上不再彷徨 在温暖和谐的环境向阳日生 记者王滋云 陈美云采访报导